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出几发 直击两岸最前线 特别报道 我是彭志宇 台海情势威胁 面对中共解放军的恫吓 前线关闭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因此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就要带您前进 前线中的前线 也就是高登岛以及亮岛 来执起守备部队的战备演练 以高登岛来说 其实距离中国大陆的黄岐半岛 只有短短的9.25公里 而且移动时间也只要10分钟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是 在当年的官兵压力有多大 而面对不明船者的进犯 还有无人机的侵扰 也变成他们的战备日常 国之北疆 60年来战争未曾真正发生 只怕威胁 蠢蠢欲动 前方800公尺处越界隐船 此地围 居士终地 请技术离开 身在前线中的前线 守备部队的日常 是把警戒处置 变成极有记忆 让各种类型不明船只 伺机逼近高登 然而警告口号 也得有人听 我发现一批一架不明式飞行器 游北向南飞行 距离600 标高600 我不带命令 实施射击 喜好未必都从海上来 近几年一次又一次 能不妨来犯的 是体积小又飘忽不定的 国际 高队长 代命舞 已完成射击前准备 代命射击 来者不善 卫绍官兵就战斗未至 装弹 拉拉饼 举枪瞄准 宏桌目标 这是外立岛战备的新现况 新常态 看到有真的飞过来吗 还是有没有 有 真的是从这样高空飞过去 你当下看到的状况是什么 当下看到就是按照我们流程去准备 无人机会开始吹哨 然后我们就会 如果没有在执行人 就会躲在沿体底下 不要让他们轻易的侦测到我们 通常的活动 我只有看到就是我们洞六执行人员 跟军队长有射那个信号弹 因为那时候有下定就是 不但命令就是直接先射信号弹 警铃和脚步声 同样在亮岛的海牙上 此起彼落 面对另类共击扰台 不能只靠清兵器 干扰枪如今全面进驻 离岛军械式 他演练的就是 无人机过来 已经侵入到我们的领域了 所以我们会先使用干扰枪 让它的行动困难 然后如果它再更靠近 我们就会使用实弹将它激动 TVBS采访团队 前进高登和亮岛 直击国军弟兄们 时时刻刻维持高度戒备 其因所在位置 远离本土却又和主要威胁 避岭而居 天气好的时候 从高登往西看 距离中国大陆的黄岐半岛 只有9.25公里远 9.25公里是什么样的概念 航速30节的快艇 到这里只要10分钟 更不用提环台军演 在这里就能清楚听到 解放军的实弹火炮声 加上这里地势西低东高 如果这里被攻占架设炮阵地 将对南北干形成重大的威胁 也因此当年这里被视为前线重要据点 眼前还看着中国大陆沿岸风机 和福建北郊村的高楼林立 走出扫索 转过身就和我国北干遥遥相望 岛上弟兄就近看管闽江口风吹草动 压力可想而知 各位上机啊 各位 上机啊 各位 当时到岛上的时候 发现这边离大陆真的很近 然后每天执行卫哨的时候 就会看着大陆的船只过去 第一次执夜哨的时候 看着对岸的灯光 离我们这边非常近 就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会 有人会上岛 卫楚马祖烈岛 距离中国大陆的最近点 使得高登过去被视为解放军 进犯逼宫之地 而亮岛虽然独自立于汪洋 国军当年之所以坚持设立据点 是基于维护航行安全 也防止远在50公里外的东影 被单独封锁 不过现代武器早已打破这种地理限制 那时候我们有看到烟这样飞过去 当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是随时作战 我们人在哪里 装备就在哪里 所以他们摸哨的时候 不像以前要砍老袋 切老头 所以最多的70年是马祖 最多的一个叫什么 千辉打火千辰 过去金门遭遇淡如雨下 并未在马祖完全腐制贴上 这一代却因为情势再度升温 亲眼见证了烟消冲天 最紧张就是上次大陆他们的操演 飞弹试射的那是 听得到发射的声音 对 听得到 大家都赶快哨所冲出来 向上看 因为我们看到明显的烟雾 好像跟 就是烟雾就这样 从空中那样串过去 大家都准备赶快跑去 要准备着装 然后取枪取弹 担心水轨攀越绝壁 摸哨放信物的时代早已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准军事动作 游走灰色地带 大部分军舰他们不会离到我们这么近 通常都是会快速的 从他们的黄崎港使出 然后就会快速的离开 那偶尔也会有些会故意可能就是 死离靠近我们的警戒区域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 赶快就是持续一直监控 然后随时会向上回报 我遇过有一次是 我在洞六观测所知青的时候 然后有一艘中国海警船 还有一艘中国海巡 在外海大概八九千公尺 做大陆货船的拒捕 但是因为有点太靠近我们了 所以我们南竿又出动海巡 东宇又出动海巡去做管制 不要让他们太靠近我们的领海 处立于崖上的据点和国旗 见证战情变迁 继续陪着弟兄捍卫将界 哪怕实际的战略价值 早已不负以往 但领土之内即便弹丸之地 铁汉们予以继业 用行动坚守寸步不饶 明年开始我们就要回复 一年制的义务役了 不过现在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当中的训练结构也有所调整 五个星期是入伍训练 另外十一个礼拜就要下部队了 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国军的实战力 不过在前线官兵 四个月的训练生涯到底是如何 让我们再度的回到前线 海洋梦第十八 奔向神圣的前方 在时间里多年的梦想 龙宇宙在胸旁 海牙之上传来阵阵枪响 亮岛守备队实弹射击 暗表操课 国军在本岛练什么 外地岛部队当然就跟着练什么 实战化射击训练 今年开始全面实施 虽然亮岛上的八场 受限于空间只有25公尺 不过他们改采用 缩小的人心吧 目的就是要尽可能 维持相同训练效果 演习如果视同作战 那靶场就是战场 既然训练标榜实战化 前线可不会有人帮你装子弹 就算是军事训练役 也没有任何优待 九发就装到九发的位置 这样你了解了吗 要接 好 那现在请你自己开始实施装弹 好 压下去之后 请后退压到底 训言汗如雨下 语气也能听出行中忐忑 第一次打自己装填的弹夹 状况排除 也只能靠自己 开包 开始射击 把弹 教官们预期内的小插曲 其实是国军训练新菜单的其中一环 力 跪 握 三种战斗射击姿态 在换弹之后 照进度完成 一发都不能少 一次都是二十八发 然后大概打三次 然后换姿势的时候 就是你的射击的时候 你需要找伊托嘛 啊那个伊托跑掉 你就要慢慢的再找 然后你的目标物也要慢慢找 这都是比较困难一点 那你觉得这样子比较合乎现实 对 对 怎么说 就是你不可能射击都是握射吧 你又不是狙击手 对吧 你是步枪兵 昨天我们上课已经上过 那个射击一行 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 八格要领 依序为拖底握贴 没有停扣爆 既然站上前线中的前线 弟兄其实大多有觉悟 不能空手而回 握射一备 好 槍托敌井肩窩 因为后座力很强 我说过了 像是射击的精准度 或是一些射击知识 因为那些平常不会接触 所以慢慢的习惯 不可能一次一上来 就马上到位 射手起立 射手就位 腰拐动梯的学长 验收完毕 准备退伍 小两梯的训员 马上接着做射击预袭 毕竟上岛接受部队训 时间有限 下部队两个月 扣掉时间 还有休假的部分 其实实际上不到一个半月 那我们就会建立双辅导人 以及他的建制干部 那每天也都会派遣师师 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去做训练 高登台前顶着艳阳 另一批妖拐动梯训员 正依照口令 熟练机枪分解和组装 实际参与部队运作 除了要多学搬用武器 该职的卫少也站好站满 其实在2018年以前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也必须下部队 后来因为种种考量 一度改为五周的入伍训 以及十一周的专长训 但直到去年九月 再度恢复下部队 最远的注点甚至包含离岛 疫症一再调整 原因当然是因为 当前台海求是 打开机架盖 分解枪脱 分解枪脱 在保家卫国最前线上 他们至少能为国家出一分力 了解这个武器的专长 去使用它 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一阶段结束 步枪兵 就离开这个部队 至少他有第二个专长 教招的时候 还记得说 曾经在高登早上服役时 教官有加入他这个东西 他至少还会这个武器 部队学不完的 不得不等教招补课 追根究底 原因还是意齐 质量兼具的后备战力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偏偏台海还看到情势降温 我知道大陆其实有能力打台湾 但其实我们也绝对不是 这样乖乖的让他打 那他一定会让他知道 他打我们会付出残痛的代价 谈到当兵你是会排斥的吗 不会啊 来到这边 就出去跟人家讲 就蛮骄傲的 毕竟从军曲 眼下只唱四个月 束手边疆 压力不比早年金马奖 算是志愿来这边 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想要给 刚毕业的自己一个挑战 想说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看想知道说自己能不能 在离开奔岛啊 离开家人朋友之后 能不能一样有办法照顾好自己 物资补给困难 下到路迢迢 一难门一生 或许只需经历两个多月 对长辈部队来说 却不过是日常 既然身为动荡年代的一份子 弟兄在波澜之中 先学保家 有了认同 最后才谈上魏国 前线铁和印记 从生活中一次次刻下 或是化为高昂的歌声 伴随着浪涛 在峭壁中弥响 尼奥大我好怕 用这句话来形容 台共之间的军力差距 相信大家会蛮有感的 我们要做大家来看到 两岸的军力对比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 是地面部队的部分 根据这个美国国防部的 最新数据统计呢 在地面部队的部分 军人的数量 台共之间就差了十倍之多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是战绩的部分 以战绩总数来说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也拥有绝对性的优势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 是海军的部分 如果从舰艇数量来看呢 中国大陆的舰艇数量 是超车美国 来到了全球最大 而面对这么大的军事威胁 我们台湾到底胜算在哪里 专家说发展不对称战争 恐怕是唯一的解放 编号N744CK的货运包机 5月25日午夜抵台 向来承揽军品运输 卸货时还有消防车在旁待命 暗示了这大批黑色包裹 来头不小 内容完全都确定 都是现货 是 那什么时候开始进行 就是最近 是不是人稀式刺针飞弹 国防部讳莫如深 反倒是美国国务院事后坦率证实 时隔两周又来一批限时专送 货舱卸下了两组全地形车 外船用于战场运弹 美国对台军售低调运作中 用意是加快构筑 国军高低空防空国王 总统蔡英文续免艾三飞弹营 打卸部队撑起北台空防保护伞 因为单靠空中兵力 已经不足以抵抗 共军入侵 不只各型军机 数量更多 飞得更远 造舰速度更是可观 两岸军力消长 美国国防部的最新报告显示 解放军104万地面部队兵力 是国军的10倍以上 就算只看对台第一线的 东部和南部战区 人数也上看41万6千人 而战甲车 个型火炮 数量上同样占绝对优势 再来空中战力 F16 幻象2000 还有IDF 300架主力战机 台湾空军 放眼世界各国 规模其实并不小 却只有中国大陆的六分之一 而让美军也倍感压力的 海军阵容 驱逐舰 还有各型巡方舰 现有的就超过300艘 而常规和核动力前舰数量 更是让海拳天平完全失衡 这还没包括 具备电磁弹射的航舰 福建号 不久的未来也将入阵 我们不太可能跟解放军 进行直接的一个军备竞赛 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先确定 我们自己的战略目标 因为美国跟解放军 跟中国跟我们的战略目标 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绝对是一个首次作战 实现豪租战略 不论大幅添购飛弹 或小而致命的国舰国造 天下都没有免费的国防 2018年紧张情势升温 开始至今 中国大陆军费 短短五年之间 从一兆1017亿人民币 激增了近3500亿 台湾虽然只有16分之一 却也因为基建频繁袭 战备征询增加 法定预算也从3231亿 一路增加到现在的4151亿 这还没包括特别预算 何况不对称作战 也不是万灵丹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交响乐 来做一个形容 你交响乐 可能就是要有不同的乐器 才能演奏一首很好听的古典乐 军事力量也是 如果不对这个兵力 可以发挥低成本高效的效果 可是它只有在暂时可以使用 你在成平时期 面对中国的船舰跟飞机的洗脑 你不可以把它打下来 因为违反国际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定比例的 正规兵力 要有军舰去监控中共的船 要有战机上去监控中共的飞机 而且神兵力气 也要人力足够 才能运作 我相信台湾 需要继续和强弱 它的军舰 那就是 台湾人的女孩和女孩 能够一年 如果不再长 在国家的兵力上 在2024年心血注入之前 得先让老兵们重温手感 三分钟之后 三支脸 开始上课 开始动作 四脚筋角度 一炮腰八 二炮腰八 零炮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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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防务需求 国军近年致力于提升 后备战力的值根量 也因此 训练时间加倍的14天心智较招 也应运而生 不只是实弹射击 弹药素越打越多 到2023年 每个人的步枪弹 来到138发 甚至连野战保修 也被列为 战斗支援部队必修课程 直击野战二级场 轻行轮车洗地而修 毕竟战争一旦发生 运输刻不容缓 童年更是不能中断 起台一杯 校园草皮上架设临时基地台 初出战场实时训练 14天叫招 实行一年后 学生 民众 正逐渐习惯眼前景象 军方如今预计每一年 安排十一万退伍民众 找回战训记忆 因为要因应犯台军力 24小时之内得动员30万人 曾经有共军的军官 曾经提过一个评估 就是说当共军这波军改进完成 他的联合登岛作战转型成功之后 他们认为国军至少需要 30万的地面部队 光是地面部队不含海空军 就要30万 然后呢要去束手大概 85%的台湾地区 由这些动员组成的后备部队 束手在比如说特定的据点跟阵地 然后呢去吸住共军的进攻部队 或者是说拘束共军进攻部队的行动 然后呢替我们长备部队机动打击 创造机会 然而满足实体兵力只是基本需求 因为新形态的威胁 国军才准备摸索 对台湾来讲其实目前来讲 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 可能不是各位去想的是 陆军 海军 空军 反而是在太空这一块 跟电子站这一块 那也就是中共可以透过 它的载轨卫星或者无人机 可以对台湾做一个战场的一个 透明的一个监控 卫星发射数量 中国大陆对美激起直追 对台的讯号干扰和屏蔽 未来恐怕双管齐下 超商 高铁 电子看板 一瞬间全成了恫恶媒介 2015年解放军第五军中 战略支援部队成立之后 电子对抗旅在各军各战区 都是常规编制 三军未发 资电先行 正成为趋势 把你的网络 基本上让你连不到 看不到 或者是你能看得到 是他植入的信息 让你看到的是他的假信息 假新闻 所以基本上 其实我们要认知到 未来作战 其实网络战一定是在 战争之前就开打 到战争结束 他是整个灌争者 作战前程 养兵千日 没人希望真的派上用场 但为战争做好万全准备 才是维护和平 最佳解放 两岸的纷扰往往源自于政治事件 而引发了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积极动作 所以我们从近期的事件 带大家一起来看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2022年8月份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非常有印象的是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访问台湾 而在今年呢 蔡总统过境美国 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展开了会台 台美关系再度喧化 这两次的事件 大家都非常乐见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背后所带的风波 裴洛西事件过后呢 中共展开了三天的围台军演 另外其实在蔡麦会之后 共军更打破了台海中线 对台实施压迫 当这种军演围台变成常态 我们的国军又该怎么办 国军铁甲浮小初级 队列穿梭在市区街道 这些年渐渐成为日常 从仗在哪里打兵就在哪练 到处处接战场时时都训练 国军的训练目标近年不断调整 也包括了战备月 早就变成周周操日日练 原因就是当前台海警示 陆航地面部队 年度例行实弹操演 验证官士兵精准打击能力 然而威胁的现况 总是比模拟情境来得复杂 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放台结束后 中国大陆先用超过十多枚东风快递 对台美往来表达强烈不满 再派基建封锁台湾 国军严阵以待 但没想到21世纪以来最紧迫战况 此后成了常态 2023年4月 总统蔡英文访美 会见新任议长麦卡锡之后 解放军还台战备警循 接连发动操演 透过官方的影片 不断强调禁逼台湾临海里空 也打破中线 某种程度上 他也是要传达 就是所谓的常态化 或新常态化的一个状态 就是把台海 以及台海周边解放军 这样子的一个巡逻航行 已经成为固定的一个形态 而且它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它是中国主权的延伸 国际势力不应该介入 或不能干预 重层包围 不光是为了宣誓主权 解析国防部公开资料 殲16 殲11和轰6快慢搭配 结合空中预警机和通信干扰机 在空中加油机伴随之下 跟无人机不时踏足台湾东南空域 越飞越远的编组行动 出于战略企图 共军基本上现在在练的 是那种远征打击机群 那从龚湖海峡 巴士海峡突破的打击机群 甚至于在西太平洋的航舰 它的目标应该是要捕捉 我们国军 海军跟空军 在开战前疏散到 移转到台湾东方的 台湾东部的战力保存的 海空军主力部队 这样子他们希望在一开战 在战断一开始后没多久 希望就可以歼灭掉 我们海空军的主力 这样子才能进一步掌握 台湾周边的制海权跟制空权 为后续的联合登岛作战 开辟比较安全的海空交通走廊 加上不时出现在东岸的共军军舰 国军行之勇年的战力保存构想 如今面临严厉挑战 然而危机不止如此 我们电话的那个讯号的服务 包括网络的服务 都几乎都不断 当然未来如果真的作战开始 我认为其实中共一定会把我们 台湾对外的所有海底电缆 一定都会把它切掉 或者是台湾跟外岛联络的电缆 一定都切掉 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 其实它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造成你的联络通信联不上 就是又聋又哑 马祖断网风波 让外力道差点便孤岛 电力通信等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近年国军操演已练再练 汉光三九号兵推更是加大比重 乌俄冲突的景况 我国政军处处借近 但所有人都想问 台湾会是亚洲的乌克兰吗 我们看得到就是乌克兰有很多这个 国际的这个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 源源不断的到来 那当然他是借由陆路的这个铁路运输进来 但是台湾是海岛 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台湾也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源源不绝地獲得国际上的经济跟 军事援助 然后要克服水路上被封锁的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跟威胁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台湾可能要努力跟美国 跟其他国际友盟一起协同 如何避免 第一岛链战略位置和半导体供应 让许多人认为台湾一旦有事 也不会被漠视 联合报五月一波民调 数字显示符合投票资格的民众 有47%认为两岸不太可能 在十年内就有战争风险 超过反方是三个百分点 但是生命财产经不起一次误判 在中国大陆 其实从正式开始攻击之前的一阵子 就会有出现很多这种动员的迹象 那当这个迹象一出来的时候 坦白讲就会开始对台湾的经济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的货币的币值 一定会开始剧烈的变动 一定会开始剧烈的变动 大家可能会抢外汇 那就会开始贬值 那这个货币的贬值 当然也许就造成房价 说不定账面上还会增加 但是实际上就是它的购买力 其实那个币值的购买力 其实是大幅的降低 因为大家会把钱提出来 要去抢物资 要去换外汇 要去换黄金 真的 战争不是火力竞技 是危机总动员 而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决策者或大国博弈稍有不胜 台海争端一触即发 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这句话在台湾的我们都已经非常耳熟 但其实在日本也已经是全民共事 这句话的出处是来自于已故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说的 这句话其实反映的是日本国内对台海情势的担心 毕竟台湾跟日本真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太过接近了 存亡齿寒的忧虑也促成了令日本令和时代的大扩军 除了修订安保三文件之外 也让日本的自卫队拥有了反击能力 还广设了飞弹部队 就是希望可以增加威吓能力 淡水沙伦海滩三座鲜红色导标格外抢眼 战车登陆舰在外海待命 准备释放AAV怪抢滩登陆 国军因因敌情首度在大台北抓漏红色沙滩 地缘现实台湾如果真的有事 日本也很难置身事外 美日联合反夺岛演习 今年首度从加州移施日本得知到 目的就是要官兵 为解放军可能的入侵提早做准备 抗敌于西南 哪怕对居民的感受形成强烈冲击 作为对军舰将反舰和防空飞弹运抵石渊道 西南驻岛防线最后一块拼图 在安保三文件的法源支撑下逆风到位 这三个文件主要的重点 当然第一个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通过 那反击能力的话 其实这个议题在日本 已经讨论超过二十年了 连安倍晋山首相 他担任七年多的首相里面 一共有两百防卫计划大纲 都没有成功的把所谓的反击能力 或敌基地攻击能力给放进去 岸田文件它本身是各派 那它反而在执行一些日本的国安改革 或国防改革 它受到的主力相对少 解放军对台导弹封锁 其中几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让岸田内阁更确定 飞弹部署和扩军脚步不能停 北齐马毛岛南至宇纳国岛六座岛屿上 不是增设基地就是新边电子战部队 心通要在解放军舰队通过水道航向大洋前 就严密监控 对于日本来讲 过去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打输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个海上生命线 它的一个能源补给线 被美军给切断了 所以导致它再有任何的武器都没有用 这个教训对日本来讲 它会深深的了解到 它必须要去稳固所谓的海上交通线 那也同样的在现在来看的话 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必然会经过台湾海峡 守护经济命脉除了自身危机感 也呼应美国印太战略 美国国防部指出 中国大陆长城打击能量 光是陆射巡弋飞弹就超过300枚 短装长城弹道飞弹 总数更是上看1300多枚 这还没包括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 洲际弹道飞弹 美军能否及时持援东亚 如今还需自卫队提升牵制能力 只是就算世界军力排行已经高居第八位 日本还是有重重顾虑 如果台湾有事 万一到日本变日本有事的时候 那日本有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 去防卫自己 一定要启动美日同盟 否则日本没有办法防卫自己 所以安倍他这句话的一个重点 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 那当然这有意味的美日同盟有事 换言之就是美日同盟要启动 日本其实极力在避免 因为战后的日本的军事体制 是非常不适合战争的 美苏冷战时期 比苏联就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安全忧虑 对 那冷战结束之后 尤其普丁上台之后 俄罗斯也一直是这个 日本的主要的安全威胁跟安全忧虑 对 所以乌克兰战争对日本来讲 那一种冲击是非常直接 北方四岛领土争议未完待续 使得日本对乌俄冲突格外有感 朝日新闻在今年五月进行调查 如果美中因为台湾开战 是否担心日本被卷入 高达八成的受访群众会感到不安 如果真的不得不参与 只有一成一的人支持自卫队 吸收美军抗路 过半的人认为提供后勤支援 就已经足够 亚洲北约在这情势下 雏形看似越来越淡 亚洲北约的这个可能性 我自己认为现在完全没条件 就是我们讲NATO的概念是什么 它是一个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 对这个集团的任何一个国家 会员国的攻击 视同对整体的攻击 东亚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这种条件 去形成这种这么高度共识 把目光放向欧美 积极发展安全伙伴关系 更和英国相互准入 开放双边互相部署 协同演习 日本实质强军 原因当然不止为中共 未来如果英国要参与这个印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 那日本它是同意英国的一个武装力量进入日本的 去年的这个安保三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做出一个相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这改变或许不止只有对中国大陆来因应而已 也很重要的它是针对北韩 忽视不了的北韩导弹威胁 让日本和韩国都需瞻前顾后 如果台海再发生战事 整个东北亚将一起被拉入压力锅 另外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角落 就是南北韩了 美国还有南韩现在呈现前所未有的好交情 南韩总统尹席院登上了美军的弹道飞弹核潜界 目的当然就是要警告北韩不要轻举妄动 不过想当然而这个举动绝对会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非常不满 在7月中的时候北韩军方频频试射飞弹 对整个东北亚的区域安全更引发了不小的冲击 天上来的大多不是礼物 和台湾一样韩国同样有个崇尚武力的邻国 只是北韩的先军政策又更激进了些 威胁程度甚至让日韩当局暂时放下夙愿 和美军吸收军演还以颜色 但是东北亚周遭前世战场不止这一出 尹石月教组之前说台海局势紧张是试图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导致 韩方和国际社会都坚决反对 又说台湾问题是超越地区层面的世界问题 台海风云这一局 韩国还没有太多角色 不过四月访美前尹石月总统受访时这番大鸣大放 除了喊给美国听 政治语言明着反中有其脉络 中国在安全议题上面的时候也发现到过去 希望能够透过中国来影响到北韩的这个想法 看起来是失败的 那过去因为安全和经济的议题 非常看重对中关系的韩国 在尹石月总统上台之后很明显的 他第一个先去把对美国的关系 变成全面的可以一个伙伴关系 除了这个军事同盟之外 连经济上面也希望能够跟美国有更多的这个整合 以一致以期望落空 加上2023年6月贸易逆差翻转之前 韩国经贸受中国制走长达数年 安全经济两大原因 让韩国在立场和国家利益上 开始向美靠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可能都认为说台湾是这一个 所谓的这一个跟韩国是贸易之间 就是竞争关系 但事实上韩国三星电子 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采购 就是在台湾进行 也就是说在韩国 它最后要组装成 要做成所谓的这个中端的商品 的过程之中 一些中间财 其实是向台湾来采购的 那所以当台湾有一些 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韩国的电子 电子这个产品的生产 也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如果台湾有事 首当其冲就是海上贸易 2020年比利时学者曾经统计 韩国海运贸易热点 数量虽然少于日本 但标准货柜运量 却动辄超过1600万个 而主要运输路线就是台海 生计要顾 但如果为此出兵摄入 争端将从商场拉上战场 然而台韩官方往来 真的不算多 没有国家想要卷入 跟自己国家太不相干的战事 即便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韩国也没有完全的加入 或是派遣军队去支援乌克兰 只是提供一些军备这样子而已 如果是在整个美韩 共同防御条约 还有那个美日安保的状况之下的话 后勤的补给 还有一些协调弹药的这些东西 提供给美军使用 我想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这个地位的 而且美军应该很希望 那个韩国可以租借他一些基地 在战时的时候使用 尤其是在华盛顿宣言发表过后 韩国既然已被纳入核保护伞 此后美国如果真的出兵援台 韩国要怎么说不 何况双边是正式邦交国 美军在韩 驻扎已久 因为目前韩国内部也有一些声音 特别提到 因为还是有美军驻在韩国 所以他们不希望 因为台海发生变化 而让韩国成为被 中国攻击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中间 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 即便是隐习越政府 现在积极地想要靠向美国跟日本 去建立这个相关的 合作的军事上面 更紧密的合作机制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这个政治上面 其实韩国基本上还是跟台湾 还有台海议题 采取一个比较有距离的一个政策 不希望参与 却又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韩国在北韩威胁和台海争端当中 寻求生存空间 防止父辈受敌最坏状况 骤然降临 美中对抗激化了台海情势 除了让台湾 获取大量的国际能见度之外 连带也把我们台湾 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如果在今天真的爆发台海冲突的话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美军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 这个部分美军一直都是采取 战略模糊路线 但是在美中博弈之下 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 也变成台湾的必修学分 美军行政专机在现身台北宋山机场 美国众议院军委会 近年最大规模来访 近距离密切关心台湾 似乎对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所言 美中竞争没有终点 间谍气球引发的信任危机 在这一卧过后 看似战时荣兵 今年六月布林肯重启访路行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接见 两大强权 台面上斗而不破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政党权益 中美绝对可以摆脱竞争 维持友好只要双边都认同一个中国 美方在外交上礼貌性让步 却预告了台湾军售军事合作方向不转弯 状况一如香格里拉对话 两国防长场边握手上台交货 真结点还是台海问题 这些问题为什么它都是发生在中国 林空和林海附近 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 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 林空和林海附近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军机和军舰 从来都不会到其他国家 林空和林海附近去做所谓的航行霸权 中国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反批美国情门踏户 刀火线就发生在会谈前 美军驱逐舰和加拿大的护卫舰 联合指控中国大陆军舰恶意抢船头 地点就在台海 解放军主张的合理监控 是两岸争端 问题延伸 对于台湾来讲 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是在于 当双方在军事方面欠缺沟通管道 来进行良好沟通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是有可能 有擦枪走火的一个机会 危机警讯出现 偏偏中美军事角力也在升温 中国大陆为了扩张海权 亲力打造蓝水海军 加上战略导弹 数量和射程不断提升 已经连美军都感受到压力 美国众议院和华府智库 以此进行兵推 中共一旦发起攻台 美军虽然集成近八十艘共箭 熬战一个月后 仍有八万名解放军登陆台湾 而解放军用导弹 牵制驻扎日本和官岛的美军 将会造成数千人伤亡 显然不论出兵与否 都会直接影响美国国家利益 重点是美国国内的民意 是最重要的 因为总统开战 还是会受到民意的牵制 那如果美国人是反战的 是选择比较单边主义 孤立主义的 那可能就不会来支援台湾了 出兵协防台湾 不是美国总统说了算 还要国会也点头 然而今年三月 英国周刊经济学人 和数据分析公司 联合进行的民调 美国民众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认同更强硬地阻止中国武统 比支持美中保持友好的 多出27个百分点 一个半月后 美国新闻周刊也公布数字 一千五百位 具有投票资格的美国民众里 高达百分之五十六 支持美国介入台海危机 民意风向球的影响力 还有待观察 现阶段要做的是找回盟友 在南海的部分 又因为伸索国过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在香格里拉会谈 会谈一结束了以后 马上美国菲律宾跟日本 海巡就开始做演习了 不单单是只有美国 加拿大其他的盟国 也尝试得在这边 日本跟菲律宾的海巡的合作 也越来越逆切 这都是值得观察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的温度 并不会比台海要来得低 严防南海争端的辛仇旧恨 让战狼外交趁机运作鼓励主义 美国号召日韩等国强化军事部署 是现在进行式 但防卫蓝图里台湾的比重呢 25家军火商来台洽谈合作供应链 台美往来看似更紧密 但军售加速也该是时候兑现 毕竟嚇阻靠军力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重点 它的战略的主要目标是 第一个它一定是用预防战争 是最高指导原则 那能够预防战争要阻却 比如说北京有这种动物的这种念头 或者实际这种冒进的作为 基本上还是要依靠 美国在后面很强大的军事 嚇阻的力量 因为当战争爆发之后 代表说你之前的嚇阻民是失效的 美中对异这局棋 为之涵盖硬态 而台湾首当其冲 意味着强化防卫 已经没有时间原地踏步 一触即发的局势 我们台湾的顺算到底在哪 也许就如同美国的前总统 老罗斯福说的一样 大帮在手 温言在口 才能最符合我们台湾的国家利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触即发 直击两岸最前线特别报导 我是彭志宇 我们再会 这个文字 我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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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